上次做完芋頭糕後,女兒說很好吃 所以叫我做蘿蔔糕給她吃 沒辦法,只有一個女兒,她說要吃什麼就要做 好了,不要說那麼多了,不如我們現在去片看看 材料就是有臘腸,臘腸就是兩條臘腸,兩條潤腸,然後切粒 另外還有就是蝦米,肝瑤柱,當然這些全部都要用水浸淋它,或者再蒸淋它 然後再將肝瑤柱拆絲,而蝦米就似乎大小了,就可以切粒 另外還有就是臘肉,其實我買了一條臘肉,我都是用半條左右 當然了,如果你想豐富一點的就一條,臘腸也是的 其實我覺得用四條已經夠了,如果你們認為要再豐富一點的 那就加多一點臘腸,可能加到六條都可以的,這個適除專便 乾蔥,好,主於粉呢,我就會加了一斤的糙米粉,即600克 再加了60克的燉麵,我就用一包的紙包清雞湯,再加多一碗水 那就將這些粉拌勻它,就攪到它是沒有一粒粒的,要做到很滑的 留待會我們做蘿蔔糕用的,我就買了六斤蘿蔔,有一大半用來刨絲 另外還有部分用來切條,為什麼要切條要刨絲呢? 最主要就是刨絲那些就很快去煮的時候就已經可能會煮到它軟了 而吃蘿蔔糕上到有種口感,所謂口感就是你吃下去 還可以有種咬下去,咬到蘿蔔的話,那就最好切條,那就不會太過軟了 少許油,然後將那些肥的臘肉在鍋裡就稍微煎一下它 讓它出一下油,因為臘肉的油就很香的 但如果不煎一下那些肥膏的油出來,那又可能會太肥 所以我們就稍微爆一爆它,那就不要爆洞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收到火很慢,就剷起這些肥臘肉先 我們又將乾蔥又剷起它,然後就將那些蝦米呀,臘腸呀 倒下去再爆一爆香它,那跟做芋頭糕一樣 那就是將那些臘腸臘肉在鍋裡爆香它,爆些油出來 和那些蝦米一起爆香它,但記住千萬不要大火 是用小火慢慢煎香它就可以了,要炒香它,千萬不要炒 最重要的是臘腸臘肉的油滲出來 看到那些蝦米都爆到已經有出到香味的時候呢 我就把那些光芽柱放下去,又爆一下那些光芽柱 那為什麼光芽柱要最最後才拿來爆呢 因為如果一早八就要變得乾,炒皮軟就不好吃了 所以我們只是在最最後才拿來爆香它 那現在聽見的變白了,即是說已經炒得差不多了 光芽柱又香了,那我們就將火收到很細, 就將所有的材料全都炒給它 在這個時候我們不要洗鍋,就將那些粗條的蘿蔔條倒入鍋裡 稍微炒一下它,它會出水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炒一下粗條的蘿蔔條 然後就將那些炮了的蘿蔔絲都可以倒進去 那麼我們就煮一下它,一邊煮一下就會出水的 煮到這麼一刻,我們看到它出水的話我們要蓋蓋開去煮一下它 煮到這麼一刻,我們見到它出水,那我們就要蓋蓋去煮一下它 蓋了蓋子,煮了大概5分鐘之後,你會見到蘿蔔都已經開始透明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調味了,我會放大約1匙羹的糖,大約2匙羹的鹽 因為之前在我的粉漿已經放了青雞湯和蝦米水 所以鹹的應該夠的,煮鹹度要多少呢? 就真的因人而異的,你們自己去調味,覺得適合才倒些粉漿 我們下了糖和鹽之後,我們就把剛才說的臘肉、臘腸、乾蔥、蝦米和乾魚柱倒進去 然後就拌勻了,再煮一下,現在看到已經拌勻了 再放大約2湯匙羹的蠔油去調味 拌勻了,拌勻之後就把粉漿倒進去,拌勻就可以了 這時候我就把粉漿倒進去 拌勻之後就拌勻了 大家看到了,現在拌勻之後就可以把它倒進盤裡 然後就拿去蒸就可以了 我那裏六斤蘿蔔其實是做到兩底糕的,都不少的 拿去蒸了,蒸大概是水滾來算是一個小時左右 為了令蘿蔔糕看起來更加漂亮 所以未蒸之前我就把一些臘腸、蝦米和瑤柱絲鋪在表面 看起來就漂亮很多了 好了,眨眼就已經蒸了一個小時了 這底蘿蔔糕就已經完成了 連我的貓阿爹都想吃,剛才猛的叫